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個會場都是人 這是美國中台下普朗會的現場 三個月就是台下公佈新積的日子 很多學生賺機會來了解 自己和自己的學校和科學 他有跟我說面試的一些方向 還有問題 然後也認識很多大型 有填的一些資料 很有幫助 經過這樣問自己想問都可以 更明確的知道 這次總共有五十七間大學來參加電欄 也去他們台下集成多月的 國中宣告 國中宣告現場來參觀 那總共呢 包括我們夏令市長 還有中環島總管 差不多有一千多的學生 來藉的這個攤位 還有各個學校的外科系的簡介 今天透過這場普朗會 可以讓五三的學生 對未來選擇好好有那麼多想法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